女性康英日前的节目上分享了 某次搭飞机时遇到的不愉快事件 她透过某次跟朋友相约到北欧旅游 因为飞行时间很长 于是她很下心来花了十几万元 购买了头等舱的座位 希望长时间的飞行能坐得比较舒服 然座位虽然很舒服 但飞机餐的品质却让她十分傻眼 康英直言飞机餐点感觉不新鲜 自己和同行的友人 甚至先后吃到多块玻璃 吓得她立刻向空姐反应 买了阿联酋的头等 结果在吃饭的时候 一吃下去我就听到我的牙齿这样 就是一颗一颗的 然后很多个 不过空姐并没有做出任何补偿措施 当下也只说了声抱歉 让她感到十分不满 说康英与友人写信给航空公司反应 没有得到30万的点数 可以再换一张机票 但她本人却什么都没有 让她感到十分无奈 别让她感到十分无奈 我好,别让她感到十分五分顺便 我好,别让她感到十分无奈 我好,别让她感到十分无奈 可以跟她感到十分钟 这一年生能开阅